我破房受不了 我受僵了 破了破了 你這個人很破房 就是 綜藝有問題 整整六點見面睡覺 為什麼要睡覺 沒有睡覺 很睡啊 哇 老人味好醜 那個眼神 我還沒聽 知識王請出題 請問年輕人常講的破房 是什麼意思 破房 什麼叫破房 稍微了 寫好 我們以為是問一下 猜猜看 這其實滿字面上的意思 真的嗎 滿字面上的 你去猜 這個中文都有教過 什麼意思 合起來就不懂 你的聯想 萬惠聯想 3 2 1 好 亮亮 不用想太多 好 受不了 來 什麼意思 破房 出錢 出錢 受不了了 破房 受不了 想笑 破了 你們怎麼都知道 這個還滿 你是不是想要說 看到好笑的 破房 是想一笑 難搞啊 對 就是你這個人很破房 就是 破房 你為什麼 那個綜藝有問題 對 是吧 你這個人真的很破房 突破心中疑慮的問題 好像我記得是第一次 好像年輕人有這樣講過 突破房 突破心中裡面那種疑惑 馬哥的這個接近正確 打破心中的方法 真的 完了 我一直都沒有我過關 破關 破關的意思 破關 你還不如打籃球 突破對方的方線 是不是說你跟我講的這個事情 破財的意思嗎 差不多 什麼意思 我這一番話突破了我的心房 就是比如說我失戀了 我過不去這個坎 但憲哥一直開導我 我最後就破房了 對 正確解答是 來 對 心理方線 真的 這麼簡單 那我這個算對 其實就是縮寫 對 我本來也沒想 這也寫心房 有一點縮寫的意思 好 這一個來講 講真心話 他不是所謂年輕人 這個是古時候我也知道 這就要用 對不對 第二道題目 請出題 好 請寫出這個流星語的正確意思 什麼意思 哪一個流星語 等於 等於 六 還有一個點 什麼 它是一句話 它是一句話 一樣發揮你的聯想 就是從這個上面去聯想 怎麼把它翻譯過來 我應該這麼講 對 瞎打字文 對 對 自以為 年輕人 這一類的東西 最早是從那個 蘋果電腦的工程師 他們搞出來的東西 Paul Paul是比較高知識水平 我可以跟他聊 你們就當作 ASCIA ASCIA 用符號代表 它會有Keyboard上面有Cabination的組合 專業組合 三個組合文字出來去變成什麼 什麼意思 蘋果電腦的工程師們 他們就引以為傲 別人不懂 只有我們懂 對 所以他就慢慢去研發出來 如果這四個一起按 合在一起 會變什麼 會爆炸 對 說文解釋 各位知道知道 不知道也別管它 你認識我會有認識 但是憲哥這個是比較按麻 但這個其實就是你知道字面上 就是白癡的流行語 你看到什麼 2 1 舉牌 那白癡的流行語 等等六點見 很簡單 為什麼要睡覺 等等六點見面睡覺 為什麼要睡覺 沒有睡覺 沒有在睡覺 很睡 我自己跟喜好都講出來 憲哥這樣也算對 為什麼 你知道他們不會睡嗎 對不對 事實上 六點一半見面 他吃完 吃飯 對 太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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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睡覺再吃飯 對 太急了 好 請出禮 來 好煩喔 來 動作題 最新在Instagram T-talk流行一支 由韓國AI年 李蘇瑩帶起的風潮 他跳的是三振舞 然後很多藝人的爭相合法 請示範三振舞的動作 我跟你講 大家一起 我讓你們有機會 對 要一起 站在前面 我們來評分 看看誰 1 2 1 2 3 4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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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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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這一題你們統統給看 OK 好 下一題 出題 今年有一款爆紅的手機遊戲 在小學生裡面掀起一股熱潮 連憲哥都也在節目上面 提過幾次他就在玩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的形象 是以雞蛋的形象去畫的 然後用大逃殺類型的手遊 請問大家知道 這款遊戲叫做什麼嗎 憲哥很熟 這款遊戲 對 我沒有想到 你好像常在講 裡面那個造型什麼你都知道 這個有 角色你也知道 而且他們這個遊戲要買皮膚 這個遊戲我女兒在玩 要課金 對 不是麻將嗎 小學生很流行 經常我們爸爸 我要290 他一次2,990 這我的夢 什麼東西 對 在中國大陸有小孩 應該是 買這個買到百萬人民幣 有 百萬 課金 對 我知道這個是從大陸的 對 大陸的 要2年 3 2 1 預備 來 那是這個 叫什麼 這個麻嗎 叫什麼 咒術 咒術 這個是動漫 雞蛋 雞蛋課金 我是 貴的貴 蛋仔 對 對 對嘛 對 對 好 正確答案就這個了 好有水潮的關係來開拍 所以你看這個 也千萬不能沉迷這個 我大概是台灣史上代言最多 真的 但是我還是奉勸大家 不要沉迷 適度 不要上癮 放鬆就好了 好 來 下面一題請出題 這幾年越來越多 以這個貓咪當主角的流行名義梗 隨著年輕人官方使用 這個短影音的使用素材 請問一下影片當中 這隻貓它會說什麼話 這個圖片裡面這隻貓 它是一個迷音梗 很常被應用在YouTuber一個 短短的剪進去 然後它會講一個短短的話 你看它的臉跟它的嘴型 你覺得它會講什麼話 很短 很短 然後它可能也會應用在 各個不同的 譬如說人家剪新聞 對 YouTube 講出來什麼字是不是 對 講出來一個字 什麼話 一個字 一個字好不好 提示就是一個字 比如說類似的黑人問號 對 變成一個流行的迷音梗 厲害啦 講對 OK 這隻貓這個長好可愛 迷音梗知道什麼意思嗎 知道 知道 迷音梗知道 會不會打 不要再硬 不要再開這個玩笑 這個太好笑了 很好笑 來 潘老師 就喵 就喵 一個字 你就喵 一個字嘛 喵 喵 對 喔 怎麼啦 怎麼可能是喵 幹嘛 是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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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來看看正確解答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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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的意思 可以連續的多變 可以連續的多變 蛤 蛤 那個是人的聲音 大概開100遍 對 開100遍 再開100遍 那是人的聲音 這很搭 那是人的聲音 蛤 蛤 那個有聲音 那個是人的聲音 很搭 OK 下一題 七 出 一 八點 好 走在食尚尖端的長青樹們 一定要知道 每一年我們都有一個 這個色彩權威的Pentone色 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代表色 去年的話 就是這個非凡洋紅 OK 那在今年2024的代表色 是這三個色 蔚藍色還是含羞草黃 還是柔核桃呢 哪一個顏色 之前是紅色 沒有 去年是紅色 有那一帆洋紅嗎 它是任何酒紅 或什麼跟這個又好像板板上面 不太像 那有點真的正紅 代表色 這也是正紅 淡淡的 2024 為什麼每個講的都不一樣 有人講說今年流行是無色 沒有 這是流行色 可是這個是Pentone色 Pentone色不一樣 色彩權威Pentone Pentone 選出來的 3 2 1 選A 選B 選C 都有 A A C A B C A B C 來 起碼你跟人家不一樣 你選B 韓羞草黃 因為他就是黃 黃跟威 黃跟威就是他的代表色 合理 還有你們三個有在暗示他 他就看著你們顏色就顯得B了 有說草黃 對耶 怎麼沒有發現 七線柔核桃 對啊 是不是有點偏向珊瑚橘的感覺 但蔚藍色的機率不高 可是珊瑚色 珊瑚色兩 三年前已經用過了 沒有 所有的顏色都有用過四八輪了 紅色 紅綠藍店 可是最近的 最近到幾年有用過珊瑚紅 但是Pen Tone很容易怎麼樣 今年是這個顏色 明年就跟這個顏色完全跳脫 對 跳色 好 我們來看看正確的案子 先指到最後 各位 就是 來 哪一個 Rodal 看嗎 對不對 對了 YES YES 厲害 其實他也沒有什麼觀點 就是他們想取什麼就取什麼 真的算是這樣 他憑什麼 會難